江嘉敏日前在社交平台上 post 醫生子 說自己是腸胃炎,沒有發燒、沒有吐 叫同事不用擔心 這日大病的他去超市買日用品,慘如搶購潮 肚子還要買不到廁紙和衛生巾 激到江嘉敏怒怒出 post 呀 除了有人一次過買十條廁紙 還有人狂騷限買兩包小毒紙巾 在他出聲提點下,幸好只買兩包 但最後又本著同心抗疫的精神 分了一包給個一樣買不到消毒用品的叔叔 希望這個盲腸炎可以早日結束